不管林书豪是赢球还是输球,媒体都穷追不舍 而不少媒体还忙着帮她配对找女友 新一代宅男女神陈延熙日前就被台湾媒体点名 适合与林书豪交往 之前陈延熙出席与正元创合资餐厅开幕的记者会 也躲不了媒体追问林书豪的问题 而陈延熙大方回答 欢迎林书豪回台湾的时候可以到她开的餐厅尽情用餐 有女神称号的陈延熙与艺人正元唱 现在升格为老板,让人合资前进餐饮界 开幕当天,好友苏建信以及港星任达华 也特别抽空出席参加 我很喜欢吃饭,吃东西,很喜欢这个环境之下 我很希望以后常来台北之后呢 这义务来这边做这个服务员来照顾所有的客人 除了推荐美食,媒体焦点,还有林书豪 根据纽约邮报公布林书豪的择偶条件 必须是虔诚基督徒 乐于服务人群,帮助弱势,人品家,好相处 个性更要低调随和 媒体帮忙配对 像是歌手梁文英,肖养轩,以及陈延熙都在其中 谢谢大家帮我配对 可是我觉得人还是要相处 所以我非常欢迎他 就是来到台湾的时候可以来的亲友吃饭 对对,还有他球队啊,所有人 球队,球队,对对 让他们包场 对对,希望他们到台湾来 打球的时候可以来我们这边包场 就是食物非常好吃 然后空间非常的时尚 陈延熙正面回忆 也不忘推销自己的餐厅 林书豪的魅力 也让艺人餐厅再开幕当天 增添不少话题 新唐亚的电视如正定女金金 台湾特别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